这次论坛发出的最清晰信号 是团结合作 开放共赢 当今世界虽然面临种种危机挑战 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沉扎泛起 但出席 本次论坛的各个朋友们 态度都很明确 大家是为了友谊而来 为了合作而来 为了发展而来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发言中明确指出 人类是相互一层的命运共同体 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 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的思路精神 使引领共建一带一路 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论坛从北京 从这里 向世界发出的清晰 而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 我们要团结 不要分裂 要合作 不要对抗 要开放 不要封闭 要共赢 不要联合 在变乱交织 百年变局当中 共建一带一路 给世界带来的 永远是稳定性 永远是正能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